雷花,我是阿喜,小脸 如果杀死自己最亲的人就能让你实现任何愿望 这笔交易是否很优人 那你会不会选择同意呢 本该在去年上映的国产暗黑动画《妙先生》 在2020年7月总算开播 他的故事尽显,人性丑陋 世人都传,拿到彼岸花可以实现这个人的所有愿望 哪个世人不知道的是,彼岸花恰恰就是这世间恶的源头 我所讲述的故事世界正因为彼岸花的扩散 而导致人心变得越来越险恶与自私 明镜快乐只剩下极苦 只要有彼岸花的存在,人性之善就荡满无存 即使你想做好人,你都做不成 而在民间有个职业叫寻寄者 他们遵循着伟大的妙先生指示在探索大地隐秘 妙先生就是寻寄者们的信仰 而彼岸花也是妙先生所创造的 这大地的一切都是他创造的 而在寻寄的过程中,他认识了两眼和孝伦 孝伦是个孤儿,小时候被一户人家收养 之后人家自己生了孩子以后又把他给抛弃了 之后孝伦就跟两眼做了寻寄者 两眼十分痛恨自私自利的人 他只有在千福窟寻找妙先生 想问问妙先生为什么要创造这么多自私自利的人 那而寻找过程中,小人被大地的怒气缠身 变成了怨气满身的拐物 同时附近的村庄找出了成片 又剧毒的彼岸花,村民都死光了 两眼觉得丁果身手不错 叫他帮忙抓到小人 结果小人逃走,丁果则身中彼岸花之毒而死 丁果此后见到的妙先生 被妙先生寻为去拯救世人而因此复活 妙先生让丁果去收集12朵彼岸花,更宽伦见 然后在千福窟的地下会找到解救世人的答案 妙先生说做与不做这件事 救不救世人都只是一种选择 丁果人力心是不想接受这个命运的 但是他选择去做 彼岸花只会寄出在善良纯净的人身上 要消灭彼岸花,就意味着要好人去死 这就意味着要丁果去杀好人,救坏人 可是,丁果如果不去做的话 彼岸花就会扩散 最后所有人都会死 丁果不得不跟着两眼一起回救世人而起承了 有个地方名为雨雾镇 这是有人因为常年去水下采冰完玉而得了苦寒症 这种苦寒症只有服用了火禅腿才能缓解疼痛 于是雨雾镇就高价收购火禅腿 火禅是一种动物 它以彼岸花的孢子为食 维持着世间善恶的平衡 然而火禅腿只能缓解一时 用得越多,复发得越快 也就导致火禅腿的价格越来越高 于是拥有大量火禅腿的昆乌村村民都不愿意去种地了 而是疯狂地去抓之前从未有人伤害的火禅 这火禅租了火禅腿 买一颗就能赚到一个月要用的钱财还有富裕 丁果和两眼还没进昆乌村 就见昆乌村的一对兄弟去山里找火禅腿 在弟弟先找到火禅腿而开心雀跃时 丧心病狂的哥哥竟拿石头砸死的弟弟 独吞了那个火禅腿 所有丁果和人进入了昆乌村 村里没有人种地 到处都是饥荒遍野 这时有一个赶亚人常年戴着面具 负责收奏吃下彼岸花后变成鸭子的恶人 其实吃下彼岸花并不会实现这个人的任何愿望 而是会变成一只鸭子 然后跟着赶亚人流浪着 但欺骗真相就是如此简单 可是诗人却能就相信他糟糕的传闻 赶亚人在集市中询问丁果 是否找到了彼岸花 他这句话被村民听见了 村民们眼睛发亮 想想丁果抢彼岸花 丁果干净利弱地 把那杀弟弟人的身上的火蝉蜕给打了出来 火蝉蜕掉在地上 大家顿时先去抢火蝉蜕了 在昆乌村 剩下的唯一一个好人叫小文 彼岸花就记住在他身上 小文十分孝敬他的瘸腿养父 是个大孝子 丁果和亮燕找到了他 跟他说村民们变成这样 都是因为彼岸花的存在 就他死了 村民们才能变回原来的踏实 淳朴 可小文是会想死的 丁果把自己遇到妙先生后 发生的事告诉了他 在小文看来妙先生就是神 那为什么不救他们呢 可是丁果却说他只是信仰 信仰不是神 所以不会拯救人 但选择什么样的信仰拯救自己 就是自己的选择 就像小文必须自己愿意牺牲 不然丁果他们也不会杀死小文 有趣的是 善良本来就是一种牺牲 在经过一段时间思考 小文最终选择牺牲 他唯一不放心的就是自己的养父 他希望下辈子 也能继续做养父的儿子 可是 在小文死后变成一朵金色彼岸花时 他的养父竟然贪婪地冲出去 把彼岸花给吃了 然后说了一堆的愿望 却没有一个是复活自己的儿子 这位养父并没有实现任何愿望 最后变成了鸭子跟着赶牙人走了 丁果在之前已经讲过彼岸花的真相 但事实上没有人会当回事 他真的没想到牺牲了最好的人 却是在救这种垃圾 而有个红衣姑娘英凤 在做的事情也是小说彼岸花 但是 他并不是等这家好人自愿去死 而是直接杀了这些好人 他下一个目标 也是一个善人 消毒 消毒是个好赌之徒 那时他赌钱完全是为了赚给他自己照顾着的几十个孤儿的吃食 消毒在街上第一次碰见英凤 就把英凤的钱袋给偷了 钱袋里还有一块冰碗玉 消毒被英凤追上后 好赌的消毒跟英凤打度 在他那赢了一袋钱 赢了钱的消毒买了15份给孩子们 英凤认为消毒是好人 于是他故意把一个孩子弄到了江里去 英凤对消毒说 如果消毒就了孩子 他就会要消毒的命 消毒听完后还是去修纳孩子 这下英凤确认消毒身上会有彼岸花的存在 于是就想要杀了他 但是丁国和两眼也找到了消毒 双方都想要消毒的命 只是不同方式罢了 消毒不想死 他假装答应去死 跟孩子们道别后却跳进了江里逃走了 他认为既然是自己的原因能存在变坏 那么远离他们就好了 为什么要去死呢 英凤和丁国并没有去追 英凤第一次遇见了丁国和两眼 对他处理方式很好奇 于是打算一谈究竟跟着丁国 丁国他们碰见了下一个彼岸花的寄宿者 叫云香 云香的丈夫林哥哥是个赌徒 见了一屁股赌债 还是想赌 云香太爱林哥哥了 于是 每天偷偷去卖身替林哥哥还债 他的身体也变得鞋难殴打 云香一直期待着 能变回从前打败恩爱美好的生活 然而丁国却找到了云香 告诉云香 其实这些通过网审介绍给云香的顾客 都是林哥哥去找的 也就是说 林哥哥早就知道云香在做的事情 每天拿着云香卖身的钱去赌博 林哥哥欠了更多的钱 要为赌长砍掉手脚的他 在当晚就把云香的假装拿着逃跑了 还偷偷地把云香卖给了赌长 云香看到自己的卖身器崩溃了 他所有的期望都被打碎了 云香崩溃了一路跑回家 带着他和林哥哥的美好自杀了 丁国的引导变相拆穿的真相 让云香自杀 算方式有些不妥 但起码丁国想要的目的达到了 你是想在虚假信河中度过 还是想在残酷的现实中痛苦 两个或许都不想要 不有意思才能解脱罢了 这下 丁国收集满了十二朵彼岸花 只是其中两个案例 就足以看清人性的阴暗 接着 丁国他们想要前往羽雾镇 寻找昆仑剑了 再去了路上 碰见了个不挂的老头吴生 吴生算出丁国他们这一行 会白走一趟 在丁国他们进了羽雾镇 去寻找红颜夫人 结果被吴生算对了 红颜夫人不在 丁国本来不信 无声的不挂 这下他们便回去找吴生 再补一挂 吴生说自己又算了两挂 一挂算出他们今天会死 一挂算出丁国 两眼 阴凤三人继续行动下去 也会死 红颜夫人出门 去跟前天成的渔侯见面了 渔侯是冰丸玉的最大买家 现在渔雾镇下水 踩冰丸玉的人太少了 红颜只拿得出 而不凭冰丸玉 加上现在火蝉也很难找了 随着苦蝉症的增多 渔雾镇出现了有多的瘴气 丁国他们去找红颜后 突然发现大量瘴气 在危机中 他们赶忙退走 结果红颜和吴生 都掉进了那白金河里 人掉进白金河里 必动寒而死 而火传推可以救命 但目前只有一颗 他们没有考虑直接给红颜吃了 只因为想要得到昆仑剑 得找红颜 吴生如他算卦一般 死去了 红颜把昆仑剑交给丁国他们 希望他们能够救世人 于水火之中 丁国三人去的千佛窟 在准备进入通道时 丁国有一个疑问 我们在拯救世人 那又有谁来拯救自己 或许自己如那彼岸花宿主一样 都是这丧生的牺牲品罢了 所以他在千佛窟的嘴下 用昆仑剑和彼岸花 打开了一个通道 在那里他们发现了 大量的彼岸花包子 还有火蝉和冰腕玉 这时他们才知道三者的关系 火蝉可以吃彼岸花包子 因为采集冰腕玉又需要火蝉 所以大量火蝉被人类抓走 这种恶性循环便是这样开始的 没有人想到 那个神秘的赶牙人 偷偷地从丁国他们打开的通道进来了 他要把这丁彼岸花 都给散布到全世界 然后那恶人全部互相残杀了死 赶牙人差点杀了鹰缝 最后竟是一路跟踪他们的消毒 救了他 消毒跟着丁国他们 是因为他发现自己离开以后 自己照顾的那群孩子 真的都变乖了 于是 也就相信了彼岸花的存在 会大大不幸 他跟着丁国他们 想要尽力帮忙 而赶牙人自称是打抵给人类的惩罚 惩罚人类的贪婪与自私 赶牙人摆出了阵型 他要把彼岸花给传播世界 丁国和他打斗的过程中 两眼发现了赶牙人 其实就是孝伦 孝伦接受不了杀掉好人 却救没有彼岸花的坏人 他要毁掉全部的坏人 可是 丁国三人打不过孝伦 一旁的消毒发现 孝伦和那些鸭子都害怕靠近自己 也就是说他们害怕他身上的金色彼岸花 于是为了大家 孝伦想赌一把 于是又付出自己的生命 一旦彼岸花正正显心 一路一来 丁国杀了太多的好人了 他内心的煎熬 让他没有勇气再赌上孝伦的命了 可孝伦很坚定 丁国也没有办法 让之前12个好人白死 于是 他决定再牺牲孝赌 而他们赌对了 通过金色彼岸花 而杀死了小人 可在这时 丁国他们在的地方塌陷了 混乱之中 巨石陨落 丁国和鹰凤都要被巨石压住时 丁国牺牲了自己 把鹰凤推到安全的地方 他自己则掉进了巨石的深渊中 丁国的这个选择 是他自己的选择 他也无怨无悔 但是他似乎并没有死 而是陷入沉睡 至于苏醒之路是何时 那自然 是彼岸花的下一次出现 这部动画是改变一次 不思凡的原创同名短片 将短片中所没有建造出来的世界观 给描绘出来 动漫平分6.3 其实我个人认为 真的不该这么低分 其实从画风上来讲 唯美的画质 尤其是在云香那段 啊我不是老色皮啊 但是真的好看啊 当然画风只是动画的一个表面 重要的还是剧情来说 先说说不好的点 就是道理太多 也就台词说教过多 而让人不满 但是这里面所想讲的道理 你又真的看懂吗 本身这部动画就是成人像的 浮躁的社会 让人很难静下心态 去听人说教 里面的几个角色 也塑造优秀 丁国这个人物 无趣刻意偏来好人 也不是特别 曾无坏人 他只想要得到自己选择的答案 而这里就得提起 那个很不起眼的算命先生 这个配角可以说是 这部动画的核心灵魂 因为不挂 就是窥探天机 他说自己会死 真的死了 可是丁国却逃过厄运 这不是主角关怀 更多的是命运的变动 也就是所谓的选择 就像哪吒中所说 我命由我不由天 妙先生想说的也大致 是这个意思 因为结尾他们也本该去死的 但是消毒的选择 却改变了他们的命运 而丁国的出现 却改变了那些村民的命运 他们又有了做好人的机会 他告诉那些彼岸花宿主真相 让他们自我选择 从而也影响了他人的命力 丁国说妙先生不是神 只是信仰 信仰不会拯救世界 但是妙先生虽然没有自己出现 做救世主 却在命运的轨道上 划分出了分叉扣 如果选择毁灭还是重生 就是一个选择的事情 就像你收获给这个视频 点赞评论关注一样 只要你做了 就能让少年发生些许的改变 而故事结尾 消毒自我选择后 便是丁国的选择 如果他执意不着弯出笔岸花 那么他们还是会死 全部中秋归结于 就是选择这两个字 你可能没有注意到 英风的脸部会 随着心理变化而出现 或者消失 你可能没想到英风 虽然杀一劲百 看似大一粒男权的一心煎熬 讲了虚多大道理 听得很烦 但是有一个道理 我得抓出来提议一下 贪生怕死的消毒 在看到了好几个人 为了拯救世界 他也想赌一把 也想加入他们 好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善良 消毒就像我们普通人 一个老爷爷在马路上出了车祸 没人敢服 就算大家犹豫不绝时 有人斩了出来 这个时候大多数人就是消毒 路人也会想要去帮忙 这不是因为粗头尿给别人做了 而是我们相信 面对选择 人终究是感性的 有人平和 有人激烈 至于你是叮咕 还是消毒 或者是阴风 那就得看如何选择 我个人希望如果有时间的话 可以去看看妙先生 如果已经看过 不妨再去刷一遍 绝对会有不一样的看法 我是少年 一位名人又可爱的九七年男孩 如果你喜欢我的解说 请点关注 能不能给我视频点赞 评论支持一下 这对我真的很重要 拜托拜托